今日贝尔V280赢得了美国陆军未来远程突击飞行器项目的竞标 将在2030年左右取代约2000架黑鹰直升机成为低空输送的阻力 这时马论和陆军都将全面实现轻转弦翼化 看来我又得再说一遍 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但是在踏入这个新的时代之前 我还是想带大家回顾一下轻转弦翼技术的发展历程 看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只要功夫生贴除魔城针 早在1939年希克斯基设计出史上第一架实用化直升机以来 人们就想把直升机与固定飞机箱结合 既兼顾直升机垂直起向空中悬停的绝机 又能拥有固定飞机的大航程与高速都 而在这一领域 强先下手的只能是黑科技达人纳粹德国 接连推出了PE-03、FA-269等方案 可惜直到二战结束 他们都只停留在设计图和模型阶段 事实上以当时人类的整体科技水平来说 即便德国工程师真把实体洋机搞了出来 大概率也会使机会人亡 为将来纳粹命运武器的都市传说 添加一个不怎么重要的注脚而已 显然想要同时具有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的优点 就必然也会同时继承两者的缺点 而对于见惯了喷起飞机的现代人而言 可能会对轻转旋翼的技术难度不屑一顾 说来说去 不就是想办法让那个旋翼调转90度吗 有这么难吗 问题是为了这小小的90度 人类奋斗了半个多世纪 期间是爆了核弹轻弹还把宇航员送上了月球 你说这难不难呢 首先想让它飞起来 就得克服旋翼和机翼之间的气动干扰问题 在上升和旋翼时 螺旋翼产生的下起气流 会以垂直的方式撞击下方的机翼 原本由于提供生力的机翼 不仅不能产生生力 反而会大幅增加阻力和不稳定性 并且两侧螺旋翼的转术和轻角 也必须时刻保持一致 若出现一高一低一大一小的情况 飞行器便会瞬间轻覆 更何况战场不是试验场 空气中的气流本就是复杂且不可控的 这也对轻转旋翼机的飞控能力 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除此之外 结构强度结构重量和旋翼材料 都是需要突破的难点 时间来到1950年代 当时的美国正处在一个航空设计公司 百花齐放的阶段 在美国陆军的制作之下 一家名为全Sandard的新创公司 开发了一款名为MODEG的独特飞行器 它用台活塞发动机 连接一根联动轴 带动记忆两端的旋翼进行飞行 自1954年首飞以来 MODEG先后试飞了100多次 测试出最高时速达260公里 总共累计费尽时长23小时 并且在试飞中 其首度实现了旋翼75度的轻转 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架成功上天的轻转旋翼机 可惜的是 MODEG在1955年因事故而坠毁 美国陆军因此撤走了投资 并将后续的研究工作交给了贝尔公司 那时候的贝尔还不是一家专门生产直升机的公司 反而它在固定义领域颇有建树 1946年搞出了XC火箭动力试验机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款有人驾驶的超音速飞机 同时也开启了美国X试验机的传奇历程 而对于美国陆军轻转旋翼的需求 贝尔公司推出了XV-3 其采用了台普贵的450马力涡轴发动机 驱动两副旋翼 并配有事业良好的大尺寸玻璃驾驶商 驾驶员甚至还有向下弹射的救生座椅 包括飞行员在内共可乘坐4人 能够携带100公斤的物资 最大飞行时度达到291公里 最大航程可达890公里 当然最重要的是 它的旋翼终于可以实现90度的轻转了 这意味着当其平飞时 飞机的生力全部来自机翼而非旋翼 XV-3总共进行了250多次的试飞 其中的110次完成了飞行状态的切换 初步证明了轻转旋翼技术 有实用化的可能 然而XV-3的实验性质还是太浓重了 试飞中多次坠毁 其291公里的急速 也与一般的直升机无异 并没能展现出不同飞行状态的优势 于是贝尔公司在XV-3的基础上继续改进 于60年代推出了名为Model 266的设计方案 预计安装两台通用电器的T64涡轴发动机 可载成员30人 这一回发动机的位置从机身移到了一间 一边各一台直接驱动旋翼 这大为简化了原本复杂的传动系统 由此也奠定了后世轻转旋翼机的基本构型 不过呢 该方案最终因经费问题要终止 且30人的载重定得有些过高了 技术上没发一口气吃成一个胖子 于是Model 266不断缩小体型 逐渐引化成了XV-15 这款1997年首飞的试验机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为保持垂直起降时的重心稳定 和减轻气动干扰问题 XV-15的上单翼前略6.5度 并具有两度的上反角 每侧一间各安装了一个能够轻转的发动机舱 内置一台1550马力的涡轴发动机 并通过电动液压机构 驱动一副直径为7.62mm的三叶不锈钢旋翼 实现飞行模式转换 两台发动机还通过驱动轴加五合器的方式相互连接 如果一台失效能依靠另一台继续飞行 如果同时失效 则带动旋翼以相同方式之旋 进而防止飞机以扭矩不平衡而轻负坠毁 在之后的试飞当中 这套安全结构被证明有效 进而被后来所有的轻转旋翼机所沿用 XV-15的最大起飞重量达6.8吨 可搭载两名机组成员加9名乘客 使用身线8840米 最大航程825公里 而其最大时数更是达到了夸张的615公里 这一纪录迄今未被打破 除了常规的陆上试飞以外 XV-15还被拉上了航母 进行了舰载飞行试验 1982年间 其总共完成了54式舰载起飞于左舰 1983年 它通过了空中加油武器发射 地形跟踪飞行可调化货物飞行的测试评定 自此轻转权益的发展正式走上了快车道 开始从实验化向实用化过渡 1992年 首架XV-15原型机坠毁 另一架也逐步停飞 此后它的一部分技术被大利莱安纳多集团收购 由此衍生出了阻挡民用市场的AW-609 而在美国这边 则先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军事失败 1980年4月24日 美军发起鹰爪行动 试图救援在伊朗的美国人士 但由于作战距离较长 特战队搭乘的RH-53D直升机 必须对C-130进行中序加油 而恰恰就是在这一过程中 一架直升机失控撞向加油机 最终导致8人死亡4人受伤 行动也因此宣告失败 事后美方总结 失败的关键在于 其缺乏一款航程远 且能够垂直起降的飞行器 于是在1980年 联合先进垂直起降飞机项目 被提上了一程 一言以逼之 就是要让XV-15的体型放大 换装更大马力的防动机 并设计能够折叠的机翼结构 以便塞进海军的两栖攻击舰 由此便孵化出了世界上第一款 军用轻转悬疑机 V-22鱼鹰 自2006年开始服役后 其经历了多场战争的考验 截至目前已有400多家服役 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中尉海军陆战队设计的MVR-B 其最大起飞重量27.4吨 最大时速509公里 航程超过2200公里 该机弹满载条件下 沉窗下8小时连续飞行3890公里的航程记录 是美军未来分布式杀伤战术的关键节点 鱼鹰也借此一举成为了马轮的标志 然而轻转悬疑技术并未就此停歇 如果说VR语音代表着现在 那么VR80勇士则预示着将来 这一回贝尔公司能够再度斩活达单 凭借着正式轻转悬疑带来的巨大优势 这点咱们从它的对手身上就能看出来 由希克斯基和波音联手打造的SBE性能不俗 沿袭了XR试验机上的刚性双悬疑技术 测试中的最高时速达380公里 未来换装更强力的发动机之后 这可标志475公里远超所有的传统直升机 然而在VR80的面前 这样的数据就不值一提了 VR80为什么叫做VR80呢 那是因为它的设计寻常时速为280节 也就是每小时约519公里 至于最高时速 目前测出来的数字是556公里每小时 另外SBE落选还有一大原因 那就是机身太高 若不进行拆卸的话 很难塞进战术运输机 远距离机动能力较为有限 当然由于VR80的机翼无法折叠 肯定也是塞不下的 但人家根本就不需要 其转场航程达到了3900公里 在满载4名机组加14名成员的情况下 作战半径为1480公里 刚好是从冲绳到武汉的支线距离 其实单凭速度和航程这两点 VR80在竞争中就已经稳超胜券了 更何况SBE还有项目进展慢 试费时间短等诸多问题 而为了不丢失2000架飞机的大单 希克斯基和波音决定向联邦汉者局提出抗议 但我个人觉得陆军的决议 被推荒的希望非常渺茫 这个未来远程突击飞行器项目 就是为了帮助美国陆军 在未来的竞争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毕竟要跳到卓山 你航程不够的话 就只能停在机场大眼瞪小眼 所以才会需要一款能媲美 甚至能超越VR的运输机 那么除了航程和速度以外 VR80有哪些超越余音的地方呢 首先它将原本的H型垂尾 减化成了V型垂尾 虽然这样对飞控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但同时会减轻结构重量 降低可摊折性提高灵敏度 加上它本来就更小的机身 会更适合用于执行隐蔽突击任务 此外VR80还修改了轻转发动机短长的设计 悬翼转动时发动机不会跟着旋转 虽然这样看起来是挺奇怪的 但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好处 那就是涡轴发动机产生的尾气 将始终保持水平状态 有利于飞机在低空状态下的稳定性 同时也使得人员可以更安全地利用侧门 进行快速锁降与回收 VR余音训练也设计了侧门 但在垂直状态下发动机的喷口非常接近于地面 因此两车有非常严重的气流干扰 所以大部分时候只能使用尾上门进行装卸或进出 其运输方式其实更接近于战术运输机 而相比之下 VR80则更像是一台灵活的直升机 当然啦 作为一款新生的武器 贝尔VR80虽然性能犹豫 但也要面临不少的质疑 例如骑将所需的场地比传统直升机大得多 机载智慧武器如何安装 紧急情况下双旋翼能否破枪 以及最重要的成本问题 契合者竟是自主干的体型 但人员载荷却只有前者的一半 它被设计用来替代黑鹰 但其造价却是黑鹰的三倍 这些因素都是五角大楼需要认真考虑的 那么在未来 以VR80为代表的轻转旋翼机 会不会完全取代直升机呢 我个人觉得并不会 直升机在操作成本 应对复杂地形等方面仍具备优势 只不过两者的分工会更加的明显 对那些有着长距离作战需求的国家而言 轻转旋翼机将是不二的选择 总之从某的依据到VR80 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人在轻转旋翼技术上不懈的努力 这里不存在捷径 也没有弯道超车 有的只是一步一个脚印 用实践的方式去推动科技的进步 而这份名为科学的作业 是所有人都必须得抄的 你不抄 你想反着来 那就等着自食其果吧